主料,面粉300克,水600毫升,辅量,粘一小勺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面粉加一小勺盐,加清水用大半器搅拌均匀,打成糊状,其次程度以小子化糊,提起来呈现状位加,醒一小时,将面粉糊倒入煎饼蛋蒸用容器内,将薄饼蛋加热,倒扣在面糊上10秒后, 把煎饼蛋反过来,面饼边缘有些发孔,翘起时,将面饼接起发另一面,大约20秒,边缘有些收缩,一张面饼就摊好了,烹饪技巧,以面粉里加些盐,一来可使面饼有味,二来可提高面饼的精度,全体东西不破裂,二面糊一定要醒到时间,醒的时间越长,面粉溶解度越好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